现时的大市位置 恒指已经去到上年10月的位置 昨天就是欠手24000点 如果受着美股影响 未来一两个交易日出现失手24000点的状况 有机会下跌10月底下跌的下跌 介乎23500至23800点之间的位置 23500和23800点 你觉得到这个位置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支持? 那里有一个上升的裂口 希望走势来说保列口会有一个支持 但如果看上周五开始 内房股或者其他一些 恒指成分股的沽压比较强的股份 都是倾向外资的劝商来较强 当然昨天来说本地地产股都是这个状况 始终现在倾向一些负面消息 很多时候都是一些外电方面的引述 所以对于外资来说 它会依赖了这些消息来看 所以沽压方面就相对上比较狠一点 所以未来也要看看 到底外资来说还有多少货在手 以至到来评估那个沽压 味道又不值得 付一个发行者 中文字幕后 нап驾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